Hello 大家好 我是韋仔 之前跟大家介紹了香港的觀眾朋友 回到內地出行的問題 包括租車、打車、支付的問題 好像是WeChat、Alipay等的支付問題 今期就跟大家介紹 教大家怎樣用 其實在內地可以用我們一個 WeChat的乘車碼 去搭我們內地的公交 即是巴士和地鐵 OK 現在就跟大家介紹 怎樣可以用到內地乘車碼 其實在WeChat上很方便 打開WeChat,向下一拉 接著就會見到一個手探小程式的框 你就可以去搜尋乘車碼 搜尋後打開乘車碼這三個字 打完之後就見到 基本上第一個是綠色的 跟WeChat的圖標有點類似的 按進去之後 如果你第一次用 就會見到 然後它會幫你自動定位置 左上角那裡 好像我原來是珠海的 它就已經自動定位置 在珠海市 如果第一次用中間的位置 它就問你是否確認開通的 你按確認開通就OK了 其實都很方便 看到了 它上一點 就是珠海市的下面 它有公交 打車、租車、火車、票都會有的 如果是有些城市地鐵 它都會有一個地鐵的圖標在這裏 如果你搭公交或者是搭地鐵的話 都會用這個乘車碼就可以搞定了 那就比較方便的 它還有一個很方便的 其實它會教你怎樣搭車的 譬如我現在是公交界面 它下面都會有公交站 你最近的公交站是多少米 已經可以你按進去 按進去之後 接著你就可以是 接著它頂部就有一個 看到了 首線路站點目的地 譬如你想去我們珠海的華華雙都 你打華華雙都下去 接著它就會有不同的路線 給你去可以選擇到的 譬如搭這個87路或者14路的一個公交車 總共的時長是37分鐘的 還有總共你要走的路程 是要走到963米的 因為這個是計你 由我現在這個地方出發 那麼就去到這個公交站 走過去公交站要走遠 下車之後要走多遠 是計算了這樣的一個路程 是的 所以會比較方便一點 你想去哪個目的地 又你現在這個地方出發 那麼它就會教你 是搭多少號的巴士 要走多久 時間是多長 所以的話其實它這裡都比較詳細的 是的 那麼目的地規劃這裡呢 那麼你除了搭公交地鐵 亦都可以是打車 是的 那麼打車這個它打的就不是滴滴了 那就是這個騰訊的 因為Bitch是騰訊的嘛 那所以它就是騰訊出行服務 那也都有 哦 它很多給你選的 原來如果是打車方面的話 它會有不同的供應商給你選到 譬如是預期出行 那就是我們一個on time就是全期的 那麼這個滴滴啦 哈佬啦 花小豬呀 這些全部都可以選的 那它都挺好的 它就不是做回自己那個騰訊那個什麼的 是的 那麼就全部都可以選的 那步行也有 就是這個可以當作一個GPS 那它已經是用的了 是的 步行啦 踩單車啦 或者自己開車啦 是的 那全部都可以選的了 那這裡其實就非常方便了 我覺得就 是啦 想去哪裡 跟著就可以是 選擇不同的方式去出行 OK 是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呢 那剛才我都說到了 那就是用這個打車 剛剛才可以按的 那也都有租車服務的 是的 租車服務 按它之後 那都可以按這個租車服務的 是的 那除了之外還可以買到這個高鐵票 或者是火車票 高鐵票這些都可以買到的 共享單車也都可以給你看回 那邊最近的停 即是最近那邊可以是 那邊有這個共享單車可以scandal 或者是橫車在哪裡橫 所以說這個乘車馬都會比較方便 比較綜合一些 就是包括了其實它包覽了出行的所有的方式 已經包覽了的了 那現在內地大部分可以說是九成的城市都可以用到我們這個乘車馬的 那據我所知的話其實就是北京暫時就沒有用到 針對於港澳客戶來說的話 因為北京那裡如果要開通這個乘車馬 它就要是 它要求你要有內地的身分證 就是一定要是內地的內地居民才可以用到 即是去到北京的話 因為它首都所以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除此之外的話 其實基本上九成或者九成九的內地城市都可以用到這個乘車馬的了 已經是 那好像珠海舉例子 珠海其實很多年前開始已經是一元就搭了全珠海了 即是你無論哪個站上車也好 哪個站下車也好都是一元而已 其實就比較抵達一點的 那對於一些我們的觀眾朋友 那如果說放唱家 那想來珠海觀光一下遊覽一下 那其實這個都OK的 可以消磨的時間 那還有珠海是本身有觀光巴士的 是的 你都可以搭那個觀光巴士去遊覽一下 那麼就 觀光巴士是兩層的 是的 之前我也搭過 那就可以看看情侶路啊 看看我們一個之前珠海的打卡的熱點啊 一個魚女啊 那邊那邊都OK了 那其實這個乘車馬呢 其實我都會 之前我自己都有用過的 因為我其實去廣州啊 深圳那些地方搭地鐵 都是用這個乘車馬 那你其實就 不需要說就是準備散指 或者做另外的一些的準備 那反正去到地鐵站 就是微信向下拉 打打打打那個乘車馬 因為它會自己detect 到你那個位置的嘛 那你向下拉拉點一點的乘車馬 它就 你選擇地鐵 接著它就會自動生成一個局了 已經是很方便的 那就不需要說再去買一些地鐵票 或者再去做些甚麼 那這個乘車馬的話呢 那現在因為 據我所知它是扣你 rechat那邊的零錢的 大陸銀包的零錢 那我就沒試過說 如果是香港的一些朋友呢 那它如果本身沒有內地帳戶 大陸銀包都是沒有錢的情況下 那可不可以扣到它香港帳戶裡面的那些錢呢 那這個我是沒有證實的 是的 不過都很方便 我當你就算沒有內地帳戶 其實你可以叫一些朋友 就是大陸的親戚 或者大陸的朋友 可以轉少少給你 譬如一百幾十元 那轉過去 那你收了它 放在大陸銀包的零錢那裏 已經可以用到的了 那所以的話其實就 都很方便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乘車馬 我覺得 做得挺好的 是的 因為好人正化 非常方便 不會太複雜 就算是可能年紀大一點的觀眾 或者是 比較少用WeChat的一些朋友的話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的上手可以用到 反正入閘的時候比較低一點 出閘的時候比較低一點 我們都會詳細和大家討論 是的 那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期我們再見 拜拜